第四位 第四位 因為粉絲的一句話 我花了六萬塊 沒錯我入坑了 那入坑什麼呢 黃金嗎 錯 顧障顧障 攝影器材嗎 登登 我买了一台 相機 跟一台空拍機 登登 那我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買相機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們都是自己自由情 而且都是兩個女生 搬自己的衣服 帶40套衣服出國真的很重 我們光是搬自己的行李 就已經不行了 如果說還要在背 攝影器材呀 對我來說非常的吃力 而且我前兩趟的旅行 都是去歐洲嘛 用手機錄影其實比較方便 我隨時都可以套住我的手指 就是比較安全也不會那麼顯眼 因為很多時候 情況其實都非常的刻難 有時候我是一邊拖行李 背後背了7公斤的包包 然後手硬舉起來錄影的 所以說如果用手機錄的話 我可能還是支撐的了 用相機的話我可能就舉不起來了 但這次為了化妝 我就跟他拚了 就算舉不動 我也要訓練我的肌肉 然後我現在在家裡 所以我頭髮就隨便擁有 因為我剛剛其實 有出去戴安全帽 頭髮變成流汗又超塌的 因為我前面的影片都是在 國外拍的嘛 也沒有什麼多餘的時間 自我介紹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可以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叫 夏宇 不是那個夏宇 2002年出生的 11月8號生日 我是天蠍座 然後我是INFJ 就是共行能力很強 又想幫助別人 希望這個世界非常善良的一個 性格 這是我的MVTI 那我為什麼可以在這個年紀 就自己花錢出國呢 其實我國中畢業之後 我就開始工作 我有做過 小吃店也有做過早餐店 但是我那時候就覺得 為什麼我那麼努力工作 一個小時卻只賺 那時候才給我120塊 就是低於最基本薪資 後來我就開始自己 去跟廠商批東西來賣 看當下紅什麼就賣什麼 我其實從抖音 剛開始出現的時候 我就開始拍抖音了 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些些的粉絲量 其實我在17歲的時候 是我流量最高的時候 也是我剛開始拍YouTube的時候 那時候拍的第一支影片 第二支影片 大概就六萬多瀏覽率 就是每一篇都是幾萬這樣子 後來我那時候就覺得 剛學剪輯嘛 初學者 可是我對自己的作品不太滿意 而且我覺得剪得真的不太好 可是卻那麼多人看 我就覺得心理壓力很大 所以後來就有聽跟 最後最後我會再繼續開始 拍YouTube的原因是 我去日本玩 去過20歲生日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我出國如果說沒有拍的話 還蠻浪費的 拍旅遊影片又可以記錄自己的生活啊 跟旅行發生的一些事情啊 所以對我來說其實 在旅行過程中會辛苦一點 但是未來的我也可以看這些回憶 我高中的時候 我上學的行程就是我書包跟手上 全部都是提那個貨 我上學的行程一定會先去寄貨 然後放學再去包貨 包到晚上 然後再去寄貨 所以高中的生活我過得很充實 也有存到一些錢 我那時候給自己的一句話就是 我不想要我18歲成年出去的時候 我身上沒有錢 我從15歲就非常的重視 自己身上有沒有錢這回事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在賺錢 同年齡的人在玩的時候 我每天都在反覆的思考 要怎麼賺錢 要怎麼理財 所以我那時候的生活 除了上學 我的假日也會拿來拍攝啊 或是一些合作廠商的業配 所以這一路走來 前面走的都非常值得 你會看過去的影片覺得 當時拍的影片怎麼這樣子 怎麼那麼爛 可是每一個步驟都有它的理由 它其實都是有價值的 才會有現在的下雨 像是我跟我妹 我們是親姐妹 我擦兩歲的親姐妹 我跟我妹去歐洲旅行 就是你們前面看了幾部影片 我們都是自己花自己的錢 但是我們現在只能負擔自己的旅行費用 所以我很希望之後 如果有更多的能力 我想要帶我身邊的人出國 想要帶爸爸媽媽還有阿嬤 我愛的任何人 一起出國看看這個世界 所以這個也是我的動力來源 因為每到一個很漂亮的國家 我就會想到我的家人 我很希望可以讓我爸看到 這些美麗的風景 就是我看到美景的當下 我會很淡定的先想 哇 漂亮 可是我內心一直想的就是 我想要讓我愛的人 看到這些美麗的風景 我先來跟大家分享我買的空拍機 其實我那時候上網看 也是看到一台輕型的 可是我沒有很了解 我就是看這個牌子 然後我那時候看好像一萬多塊 可是我去問他之後 我跟他說我的用途 我要帶出國拍 所以我一定要輕的 總結之後他推薦我這台 這台是DJI的Mini 4port 他只有249克 所以這個是目前在台灣 不需要考證招的一台 他其實實體真的是收起來很小 他自己本身這個飛機啊 他的重量是很輕的 可是他的那個搖桿就比較重一點 結帳之後的價格是34,699 在三創買的 他有附一個背帶 我覺得還不錯 我因為很多相機好像都沒有附這個包包 就是有厚度的包包 打開來是長這樣子 有三顆電池 這個是他的遙控器 上面的遙控的地方 是要自己裝的 他在後面 主要的重量都是在這一個遙控器上 再來是這台飛機 我覺得他拿起來比手機還輕耶 就是比我的iPhone 15 Pro Max還輕 整個超輕小 完全無負擔 所以我覺得他很適合帶出國 到每個國家的話 我們都要遵守他們的規範 要註冊的國家要記得註冊 再來就是我的相機啦 我為什麼會選擇 Nikon Z30呢 其實我那時候要買 DJI Pocket Street 就是那個很小隻的那一隻 你們一定知道 這已經超紅 他已經紅超久了吧 從去年年底到現在 在買之前我研究了很久 可是我到現場去看的時候 他說要等三個月缺貨 後來我就比對了一下CP值 DJI Pocket Street雖然說他的體積小又方便 可是我覺得他的畫質 其實跟iPhone沒有到差異的特別大 以4K來說的話 可以看到一些差異 但是買了相機又覺得好像 他的畫質也沒有差異的很大 再加上他比較適合動態錄影 如果說要拍照的話 嗯...可能就還好 如果要拍的特別的金的話 好像也還好 他缺貨我們就無緣嘛 我最後就買Nikon Z30 主要是我覺得他雖然重量比較重 比Sony最輕的那個ZX系列的 還要重 可是他算是一台單眼 所以我拍照也用得到 拍起來的質感都還不錯 我選的鏡頭是16mm到50mm的 有16 24 35 50 舉重一點 又可以拍照 更有CP值 今天是我家的泰底5歲生日 那我等一下用相機 拍拍 首次開拍YouTube 給你們看我的日常 今天其實還有特別嘉賓喔 現在是相機開拍囉 看一下特別嘉賓在幹什麼 哈囉 Tidy 哈囉 Tidy 祝你生日快樂喔 你跑太快了我拍不到你耶 哈囉 哇好近喔 鏡頭糊掉了啦 這一位是Duffy先生 他們剛剛兩個都有穿花襯衫 只是獸心把衣服脫掉了 因為他太胖了 一脫就是倒開了 嗨 跟大家說嗨 現在來做泰底的蛋糕 我們需要這個烘焙用的 長這樣子的 要攪碎兩盒的雞胸肉 這個是全年買的 像這樣子 用這個攪拌棒 底下是有刀片的 什麼可怕的聲音 快逃啊 我聞味道 壽星來看的壽星來看的 壽星來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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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 天啊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 一號特別來賓 耶 小菜 這是我的生日蛋糕吧 慢慢變成肉泥了 新月的壽星 黑口姐也是我們8月的壽星 她是87 打餅 被嚇到躲在那個角落啦 我現在要鋪上這個肉泥 把它壓扁 我這條好像沒有打到 躲在角落的壽星 還沒吃到蛋糕就嚇死我了 現在鋪品把它拿去蒸 倒下去 就變成一個蛋糕了 幹嘛偷拍我 我穿的很帥嘛 黑暗頭頂幹嘛 很浪費機 這位是琪琪 我們從很小就認識了 像家人一樣的 像朋友一樣 像家人一樣的朋友 像家人一樣的朋友 請問妳今天為何會來 因為 有人生日 然後把我載過來 如果沒有人載 妳就不會來 我應該載過來了 壽星 壽星不會騎車 壽星 壽星 壽星還在他腳上 這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吃火鍋 他是達比先生 兩歲 他今天穿著 沖繩的花襯衫 他在睡覺 他們剛剛去SEDO 等一下拍完之後 就要把衣服脫掉 好可愛喔 妳要朝我 YA 泰迪先生 妳為什麼自己躲在角落呢 我喜歡 妳要做我嗎 Are you OK 二號壽星 二號 謝謝給你們 謝謝 現在我要來製作一個 5的紙卡 因為我們的蠟燭上面沒有數字 就自己親手做吧 然後再畫一支 泰迪 加上牙籤就完成囉 我準備好要過5歲生日了 大家記得祝福我喔 救咪 來幫壽星戴一下這個喔 姐幫妳戴好嗎 來 放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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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東西 是玩具嗎 我不想要穿 我又不是廚師 應該要給廚房裡面的人穿 你要穿嗎 不要的話我要丟掉了喔 太迪很期待他的生日蛋糕喔 太迪很期待他的生日蛋糕喔 看他的表情 太迪我吃 看他的表情 不轉 像偷吃 不轉啦 喔有偷吃喔 可是妳要交換牌啊 還沒有吹蠟燭 哈哈哈 我背 踢下了泰迪跟幽栽的弟弟 弟弟坐在後面好笑喔 Happy Birthday 他已經迫不期待要吃他的 生日蛋糕了 壽星已經快忍受不住 欸欸欸 我要抓到了 哈哈哈 好可愛喔 真的是貪吃鬼欸 我現在還有兩次去 看弟弟有多淡定 弟弟 哈哈哈 你們看一下後面這位 兩歲小寶寶 乖乖的坐在後面 他生氣 他生氣了 不給他吃他生氣 弟弟你好好笑 我的小寶寶 再不給我吃 我要生氣了 開始 祝你生日生氣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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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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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 好生氣了 欸欸欸欸 重心 重心還在哪裡 好重心 來欸欸欸 我要吹他出口 欸欸欸 吃了囉 來 哇好痛喔 許願 大家祝你健康 不要快樂 你不要背帥 哈哈哈哈哈哈 你自己自己 你自己好可愛 我弟弟你才是手心法 好 等一下我要準備看你的生日禮物喔 來來來來 先把褲子吹掉啦 先吹掉 好 繼續幫你吹 不要吹 喔喔喔喔喔喔喔 怎麼要抽中 你五歲了 現在要幫講 五歲的小胖 這是你的禮物 哇喔喔喔 然後再一次 是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弟弟想要再打你的 你拿一隻 你拿一隻好 幫我拿 壽星不滿 壽星的狗狗 幫他聽清楚 打打破 弟弟 打野只了 氣不呼喔 有人要拿刀子 幫他切一下蛋糕嗎 人家壽星都生氣了 要吃蛋糕了嗎 哈哈哈哈哈 出30塊了 出30塊了耶 我們邀請一下87壽星來切一下蛋糕 這個蛋糕看起來也是蠻成功的啊 嚇到我了 連Duffy都在嘻嘻叫了 哇 好棒喔 再來是水果馬鈴薯蛋糕 這個我不知道 看一下後面的小狗眼睛張得有多大 噢噢噢 你抓得我的腳好痛 好了 好痛 要不拿東西 你也下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又太平生日快樂 讓你們猜一下下一個企劃是要去哪一個國家 趕快留言猜猜猜對人我送你們禮物 猜剛送禮物鼻子就拔下來了啦 是不是眼睛也要給他先拔下來 好危險喔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by bwd6